从外电传来的画面可以看到多架直升机进行演习彩排时 从同一个方向飞出后就在空中分散飞行 但镜头往左一看没想到其中一架直升机却突然偏离航线 朝右方飞去意外撞上另一架直升机的机尾 两架直升机相撞后瞬间解体并冒出黑烟随后双双坠毁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有民众在撞击的正下方直击 两架直升机坠落立即是拔腿窜逃 这事发生在马来西亚宏图坎空军基地 当时正在为庆祝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成立90周年举行的飞行演习彩排 根据马来西亚新州日报报道 两架直升机分别是一架非洲湖直升机和一架AW139直升机 分别载有7人和3人总共10人全数罹难 其中包含两名海军中校和三名海军少校 至于为何会发生意外 当局表示还在调查当中